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顶城有个人民教师叫马晓娟 她是乡村教师一直在乡镇 然后为留守儿童上课 然后讲了一千零一个故事 她现在是国大代表 也是中国好人 也是湖南好人前三甲 因为她比较年轻 是93年的 都是我们90后 然后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所以就为她创作一个剧目叫《星灯》 我演的是马晓娟 我演的是马晓娟 龙手龙脚星星 我从姐姐开始吧 龙手龙脚星星 那个念白她是以马晓娟的身份 她是以说术的身份 来介绍这个情景 因为长得思嫌她就是跳进跳出 等于我又演了马晓娟 又演了说术人 然后还会演她的学生 我们可能是十个人共同演一个角色 或者是一个角色 我们十个人来完成 都有可能 长得思嫌的乐器 主要伴奏有三弦 琵琶 阳琴 胡琴 笛子 我们十几位年轻人都学习了不同的乐器 我是学的是三弦 然后还有其他的同事学的是琵琶 这是三弦 因为那个 这是属于低音 然后我们就是乐器里面琵琶和阳琴 就是还有笛子高音比较多 然后这个三弦的话低音配合起来就比较好听 吉桃王明月 低桃是故乡 他们这个曲业很有意思 因为以前学系 它是一个人物演到底 我去演长得思前可以演几个人物 可以去演妈妈 孩子 将军 老人 医生 护士 可以演绎出很多不同的角色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这对自己是一种挑战 然后这个曲调也很动听 很优美 然后我就一直坚持下来了 马小军 仙慈了点蝴蝶 雪下秋冬不见惨 一二哟 一二哟 一二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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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这一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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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